同人原始有着相同志好的人们 同好 后来引申成为自创不受商业影响的自我或自主的创作 具体到游戏领域的同人游戏 往往是指那些由个人或同好社团所制作的电子游戏 已是与商业作品的区别 同人游戏既可以是原创游戏 也可以是基于他人作品的衍生游戏 原创同人游戏的代表就是日本著名的三大同人奇迹 东方 韩蝉名气之石 与月姬 而衍生类同人游戏的数量就更为庞大了 大到那些花费数年为上古卷轴5 辐射4 打造的巨型MOD 小到城光游戏上那些以哈利波特 剑王3为背景的简单实际小说 在中国 原创类同人游戏一般被归类为独立游戏 所以接下来我所讲的同人游戏如无特殊说明 指的就是衍生类同人 同人游戏作为一种不以商业成功为第一要义且门槛较低的创作模式 不仅在过去的20年中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可玩性极佳的作品 也让不少游戏爱好者通过同人游戏的制作正式迈入到游戏行业之中 今天我们话题的主角就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同人游戏创作者之一 他在10年前制作了两部金融群鸦传同人游戏 在90后玩家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原作本身 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但在这之后 他却突然停止了后续作品的制作 留下了无法兑现的诺言 并淡出了大众玩家的事意 他就是著名flash游戏金融群鸦传2与金融群鸦传3的制作者 半屏神仙醋 圈中人一般竟称他为醋仙 网上关于醋仙的资料并不全面 而且很多地方都自相矛盾 没什么参考价值 所以 我直接找到了依旧在游戏行业打拼的醋仙本人 揭开他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醋仙的故事要从90年代风靡全中国的小霸王学习机说起 一些年轻的观众可能对这个设备有些陌生 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91年推出的小霸王学习机本质上是一款纺织任天堂80年代主机FC的山寨游戏机 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的段永平 在1989年被分配到广东中山的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厂任厂长 商业嗅觉极为敏锐的他 立刻决定将工厂的发展方向改为仿造电子游戏机 1991年之前 小厂改名为中山霸王电子工业公司 并推出了第一代小霸王 但那时中国的父母对于电子游戏不是毫无概念 就是极为抵触 为了撬开市场 小霸王特意移植和研发了几款教学软件 随机器免费赠送 将自己包装成为学习机进行销售 暗合了当时全民学打字学计算机的热潮 上市一时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家庭条件 较为宽裕的家长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落在起跑线上 纷纷接纳 但是这些教学软件 大家就只会在父母面前装装样子而已 其实就是一个游戏机 然而促仙在用小霸王打游戏的同时 却对附赠的编程软件 QBASIC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根据教程 促仙不仅掌握了QBASIC语言的基本用法 还尝试编辑了一个简单的三国文字RPG 从玩游戏到做游戏这道艰难的坎 就这样被他早早跨过 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 促仙在谈及年轻人如何进入游戏行业时说 中国的游戏行业里 创意不值钱 值钱的是执行力 把想法做出来 哪怕是在简单或者不入流的玩法 自己多尝试做几款游戏 找找做游戏的感觉 再进这个行业 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这番话 大概就是促仙的经验之谈 虽然对游戏制作抱有浓厚兴趣 促仙却并没有在大学时进入到计算机相关专业 但他并没有放弃制作游戏的爱好 2000年后 一些面向个人开发工具的工具逐渐成熟 如Flash RPG Maker 2000等都有了不少教程 促仙开始逐步学习使用这些工具制作一些小游戏demo 并萌生地利用手头工具做一款同人游戏的想法 他想到多年前曾在网吧玩过的一款单机游戏 金庸群侠传 与许多人所不同的是 促仙是接触并沉迷了金庸后 才通过电视剧与小说了解了武侠文化 而金庸群侠传高自由度的RPG玩法 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游戏的偏好 可以说金庸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金庸的开发商合露工作室虽然在2004年后已经解散 但金庸的爱好者们却随着互联网论坛的发展逐步聚集 在挖掘完游戏本身的内容以后 大家均产生了通过自制MOD来拓展游戏的想法 于是在各路大神的帮助下 爱好者们利用MOD制作工具打造了一系列内容丰富 可玩性极佳的MOD 如最著名的金庸群侠传之《苍龙逐日》 不仅加入了几乎是原作一倍武功数量与可用的队友 还深度修改了游戏的剧情增加了新的场景 可以说完全就是一款全新的游戏 当时金庸的爱好者与MOD制作者还建立了后续影响极为深远的铁血担心论坛 据我了解 当今中国武侠猎游戏不少老策划都曾经是这个论坛的诱惑 可谓是卧虎藏龙啊 作为一个金庸爱好者 促仙当然也尝试过基于MOD工具在原本游戏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但他发现极于原有游戏的深度魔改对编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仅使用MOD制作工具本身无法灵活的实现一些复杂的新功能 在反复斟酌下 他选用了自己有一定经验的Flash作为工具进行同人创作 并给游戏定名为金庸群侠专2 这时促仙已经进入了一家小公司做策划 虽然产品没什么名气 但好在工作本身也并不繁忙 有着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开发金2 文科出身的他在独立的开发过程中 自然会遇到代码美术等方面的重重困难 但他秉持着什么不会学什么的精神 努力克服 终于在2006年完成了金2 并发布到7K7K4399等热门小游戏网站上 一经推出就爆红网络 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拜入不同的门派学习武功 也可以和各个金融小说中的角色进行互动 游戏中较大的遗憾是无法招募队友 只能单打独斗 但将各家武功极欲深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更值得称道的是 他优化了游戏的整体难度 当年至贯出品的金融2E难度都非常的高 不看攻略的普通玩家很容易就卡关了 基于金融群雅传本体制作的MOD受众群体 基本也都是金融的老粉丝 更是颇距挑战 而金2的难度曲线极为平滑 无论角色初始属性如何 都能够比较顺畅的体验全部游戏内容 游戏的单周目流程也就只有3到4个小时左右 完美符合了一款小游戏的定位 与我同年的武侠爱好者 玩过金融群雅传本体的人不足十分之一 但只要对武侠游戏有兴趣的 就有一多半都玩过金融群雅传2 选择Flash作为游戏载体 在神仙处看来是迫于技术限制而进行的妥协 但比起还需要DOS模拟器才能运行的金1 金2可以在网页上直接游玩的便利性 帮助他大幅扩展了受众群体 受到金2成功的鼓舞 促先在推出了几个增强版本后 即开始谋划下一步作品 他先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了他儿时做一款三国游戏的梦想 推出了盗版三国制 随后便开始构思金融群雅传3了 他既需要弥补金2没有队伍的遗憾 又需要增加更多的玩法和功能 使之真正具有一款独立RPG游戏的内容量 这个野心对于业余做同仁的促先来说 压力着实不小 金3不仅耗费了促先大量的研发时间 而且为了赶进度 促先还在研发的后期时下定决心辞了职 身为北漂的他 在自己的出租房中 闭关开发了好几个月 终于在2009年推出了金融群雅传3 在金3游戏开场时 会有几道能够决定玩家属性的问答题 其中第四题便是 你认为作者半评神仙醋 在现实中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如果选择极端的工作狂人 就会额外获得一点修为点数 这或许就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同仁游戏制作者 所渴望得到的一点认同与褒奖吧 那么金3的玩法究竟如何呢 我个人认为金3与金2相比进步巨大 金3中加入了非常多的角色养成 及队友养成内容 武功体系和任务体系的复杂程度 与金2完全不可同日而喻 尤其是败入门派后 玩家需要像《武林全家传》一样 对角色进行养成 触发不同的事件 大大增强了游戏的重复游玩价值 如果说金2是一个极简版的金融 那么金3更像是一款 《武林全家传》和《金融全家传》的结合体 当然了 更多的玩法和功能也带来了更多的瑕疵 例如游戏美术方面 人物图像来自各个金融电视剧 而角色模型则是从各个游戏中 东拼西凑出来的 导致整体艺术风格有些奇怪 玩法方面随着任务和数值的复杂化 游戏难度有所上升 部分路线和武功 仅靠玩家自己摸索 十分难以获得 但金3更具有了一款RPG游戏的雏形 而不再像金2那般小品化 促仙在这部作品上 倾注的思考与信息 可见一斑 金3面世以后 不仅受到了金2玩家的广泛认可 也吸引了许多未接触过金融的新玩家入坑 根据促仙的说法 当时不仅是大陆玩家 还有许多港澳台地区的玩家 也纷纷慕名游玩了这款武侠小游戏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大陆武侠同人游戏的骄傲了 但促仙本人却没有从这两款作品中获得任何收益 那个年代的独立创作者 处境与现今大不相同 现如今同样依赖个人创作的成光游戏平台 虽然因作品版权方面的条款 极为霸道而被不少人诟病 但成光作者凭借卖游戏存脑问和收花 就已经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收益 而且官方还会帮助比较火爆的作品 替换美术资源避免版权争端 相比于成光当年的4399之类的小游戏平台 则完全是作响收益 他们利用这些小游戏的点击量打广告 做夜游联运 却不给作者支付合理的报酬 现在的一些90后总说 哎呀小时候的那些flash游戏是真的好玩 作者们是真的有才华 那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 答案就是他们被迫向生活做出了妥协 促仙在金三推出后 便在网上向大家承诺金四一定会出 争取在2010年就做出来 但现实中的他却需要先重新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 凭借两款小游戏的名声 他很快在一家游戏公司 谋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新工作 但新工作的强度 却与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导致业余开发时间大幅度缩短 另一方面促仙也遇到了创意方面的瓶颈 在采访中促仙说 如果金四只是在三的基础上增删一些功能 虽然可以延续产品 但我觉得这样缺少挑战 甚至于有些懵事 所以尝试开发了几个demo 自己觉得不太满意以后就搁置了 这一搁置便是九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他从一名普通策划 金丁爷爷升任到了主策 制作人 他结了婚买了房也有了过劳肥 他不再是那个聚光灯下的促仙 却收获了一份安稳的工作 而那些曾在百度上一遍遍搜索着 金庸群下传4消息的粉丝们 也逐渐淡忘了这位放了大家鸽子的工作狂 但由促仙剥下的这两颗种子 却在其他人心中发了哑 由于促仙本人一直没有出续作 两名等不及续作的计算机系大学生 决定自己做一款金庸的续作 这就是使用了 Unity引擎制作的金庸群下转X 从0.1版本到1.0版 在三年的时间中 金X迭代了20多个版本 大概有200多万人都玩过了这款同人游戏 但由于版权方的投诉 金X主动下架了iOS 不过他们却获得了投资人的青睐 注资成立了汉家松鼠工作室 并陆续推出了江湖X和汉家江湖 两个备受玩家好评的手游作品 竖起了不错的口碑 堪称同人转商业的一个奇迹 和促仙聊起这些他不由的感慨 无论是前两年的汉家江湖还是今年的太武汇圈 都预示着独立游戏的春天已经来了 这些作者不但能够产出高质量的作品 也可以解决盈利问题 现如今很多大平台也在积极推荐高品质的独立游戏 这样以后就会有更多高品质的独立游戏制作出来 这个领域也会越来越被重视 促仙自己也在积极拥抱这个逐渐变好的市场环境 2018年2月他静默了多年的微博忽然发声 沉寂了很多年 每日饱受无良网游认知的洗涤 眼看当年的小伙伴一个个风生水起 今年我应该做点什么了 开工招人武侠项目走起 在问取这个尚在制作阶段的项目究竟如何时 促仙回答道 由于版权问题 新作已经完全脱离金庸的IP内容 打算走原创路线 所以它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金庸全押转四 目前项目还在打磨中 剧情和美术也都推翻了数百 同时也在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 这个项目的目的也是在尝试打造一款商业化 味道不那么浓重 有一定文化内涵 又能够被武侠游戏迷接受的产品 或许一些老玩家会觉得 无法使用金庸IP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但我认为 一个真正优秀的游戏人 不应该被一个标题所舒服 希望促仙能够不负众多粉丝多年的期盼 带给我们超越当年的快乐与体验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这里内容 或者游戏行业内幕视频的观众 不妨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